おはこんばんは ヒロトです リオです ヒロトの日文教室 始めよう 始めよう 請問老師 如果我們不會日文的話呢 想去日本旅遊的話 有什麼小別步可以教給我們呢? 不會講日文 好啦 我給你們三個重點 只有三個很簡單的就是 可以去日本旅遊 好的 請問老師哪三個句子是哪三個句子呢? 好 第一個是 すみません すみません すみません就是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所以像是英文的 Excuse me 一樣 Excuse me すみません Excuse me Excuse me 稀告一下 就是 稀告一下 很多時候都可以說到 我不好衣服 對 對 すみませ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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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回啦 那第二個句子是 好 第二個句子 這個是很好用 お願いします お願いします 對 比如說像買東西或點菜的時候 吃貨嗎 我需要這個東西拜託一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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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這個東西 對麻煩你拜託 這時候大概可以說 お願いします お願いします すみません お願いします はい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100万円になり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那第三個句子是 好第三個句子 對 他們幫我試鏡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說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お願いします 之後就可以接著說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對 就是謝謝 對 感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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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如果這樣才可以學台語喔 一句兩個 Ryu講的 台語教師 開動 請確認 はい 開始了 謝謝 じゃあこちら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好的 各位同學 把這個句子 學起來了嗎 學起來嗎 不是 我們只要學會這幾個句子呢 我們就可以去日本走 偷偷啦 對啊 明天可以去日本旅遊 而且 善用這個句子 加上你的 順其知識語言的話 我們看字也看得懂啦 OK的 各位同學們 我們明天就出發吧 Yeah 買票好了嗎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別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下喜歡 也要訂閱我們頻道喔 如果你有什麼想說的日文的話 也別忘了在留言地方告訴我們 那 我要先去日本旅遊了 大家 下次見啦 我也要去 我也要去 下次見 拜拜 拜拜